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minimum Hex10 Anastasia Custom Kairos Workshop The Doll Fairy Scary Austin H.A.L.I.Craft Door Mule The Dolly Jig Préadur Delors Tendance 以上作者的作品都非常的具有个人特色 当然我会把他们的视频链接放在简介中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主页观看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展示家养读业的正确培育方式 这次选择童话高中王子是因为童高的整体比例相比怪高来说更加接近于正常人 然而观看过影片或者漫画的粉丝可以发现读业的整体比例相比正常来说还要特殊一些 因为它有发达的肌肉 更重要的是它的头占比很小 所以直接使用童高的素体去制作其实不是特别符合设定 所以在参考了无数建模和插画以后我决定还是先给它增肌 在每次制作之前我都会习惯去收集相关资料 这一次制作肌肉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我在雕塑方面不是特别专业 我又很想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还原这个角色 然后去升华它的细节 所以在这近一个多月的制作过程中 我也有在参考解剖图和一些健美的图片 当然我可能会犯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 比如说人体比例不够协调或者是肌肉分布理解错误等 但是我想通过平时的参考去减少这些问题 至少视觉上能够更加和谐一点 好的 aro ڈ色语俱..., 隔瓶 踢πα的石头 就問題是在 gracias esos道路 groups 低脱衣 tidak 很明白 在制作过程中多角度的去转动作品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在观察整体的同时 可以避免自己不被局部细节所控制 如果你一直埋头去处理细节 真的可能会死磕在某个地方 很难看出自己的问题 这个时候不妨把作品放去洗淀 然后再去制作 给自己一般过渡期 当你再一次接触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可能会更容易地发现 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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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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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提到的是 童高王子的脸膜 本身跟汤哥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整个妆面 只能做到仿撞不仿然 其实我觉得王子的头 稍微会有些大 而毒液的头 跟他剑缩的身形 比起来真的要小很多 但是对比怪高以后 会发现童高男孩的 头身比例算正常的 一开始我试着去 用丙童缩头 但是因为比例调和的不太对 所以导致誓言失败了 就不得不凑合 使用原尺寸的头 即使最后看起来头会很大 不过没关系 PS会拯救他了 所以希望看完视频的小伙伴们 可以多多包涵 就不要再问什么 我怎么感觉跟汤胖里 长得一点都不像 或者是他的头真的好大 会说那不说你不处理一下 这种问题 最后就拿出已经完成的底座组装上去 这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展示底座的整个制作过程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再单独出一期这样的教程 好啦这期的联动视频就到这儿啦 如果大家对我这次的改装比较满意 或者是想看我做更多的OAK 那么就请给我一个点赞 也转发 或者去关注我的主页 当然我的微博也会不定期的掉落一些 整挖成品或者单头 小伙伴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